還有副署長,各位好朋友,大家早 我請,我讓部長休息了 署長你上來 請吳署長 委員好 署長,最近部長身體比較疲憊一點 他都知道,那你矯正這方面要多担待 部長我們一向都認為他是一個好的部長 你也是一個好的署長 但是顯然兩個都不怎麼聰明 我坦白講,因為第一時間發生這個事情 你們都被屬下蒙蔽了 我就不用再講了 你們把他,談人間的來講 講了高雄,還講得好像真的一樣 那竟然他還大大跨過他們一下 那好了,過去我們就不再講 前世不忘後世之詩 大家都知道,剛剛其他委員講了 除了那幾個暴動的那些囚犯 他們講說不滿這樣一個假釋 包括陳賢總統這樣一個狀況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覺得假釋無望 這非常重要 那這當中一定要透過所謂的修法 那修法又不是你們法務部能夠獨立完成 一定要立法院然後行政院大家配合 那顯然短時間這個三陣條款要解決沒有那麼簡單 對不對,那你不能期待三陣條款解決 所以署長你要想辦法說這段時間 你不要說前面這幾個六個了,以後沒有 很難講喔 我們不願意測,但是萬一再發生了 我看你這個署長大概,不只是你不保啊 那等於我們會移笑國際啊 所以署長現在你應該把你所有的神經啊 全部要繳得非常緊 因為其實像高雄這次暴動的事件 早在2013年你們的矯正界的前輩 黃正南現在都已經預言啊 預言說這樣下去會發生暴動啊 可是你們顯然沒有這樣的警覺性 如果說有警覺性的話你們有做什麼措施呢 所以署長我現在跟你講的,就提醒你 發生了要檢討 重點是預防不再發生這才重要啊 是,好不好 是 你們有沒有什麼這段時間有沒有什麼具體措施啊 很多事情喔 有很多事情 福不雙置或不單行常有的事啊 署長,最近有沒有什麼 其實我們就高雄這次試驗來看 高雄是在民國63年蓋的檢疫 那我們檢視 高雄建議整個的印尼設施啊 而且目前高雄建議它是一個重型化的建議 已經40年的它的老舊的設施了 它完全不服務現在我們要擔任重型間的這個 包括這個介護處於的相關的任務 這是我們在這次當中發現最大的問題 當然 從這個事情發生 我們說 心心之火可以了言 第一個時間 剛才我們不想講的 本來這是不難處理的事情 後面導致到整個社會為安的事件出來 第一個時間 我們的同仁 陳平他平常就是沒有落實我們在檢視的支度 從這一開始 一年賺的 一錯再錯 其實我知道啦 要長下去啦 你一年下去幾趟啊 我說各個監獄 重大監獄 台中監獄 你去幾次啦 每年啦 我大概 我告訴你 我是那邊的教誹志工 對 我是還是 剛開始被聘的容易教誹師 後來聽說沒有容易教誹師 改成我是有騙書的 但是 包委員 這監獄我是一年到頭都要再轉 算了 我告訴你 算你們好運 發生那六個人事件 很嚴重 可是其實還會更嚴重 如果那天那六個人 拿著槍械 現場要求 叫你們所有的管理人 把所有的監獄門都打開 不然要開槍喔 然後 在那邊 要求所有的 幾千的壽星人 要往外衝 就是說 你們這時候沒有 跑出去的人 我就開槍 把你們打死 我告訴你 假設要求 把監獄大門打開 所有壽星人往外衝 他們為了逃命啊 那六個人夾掌跑出來 你們有辦法防範嗎 他們是沒有想到這一點 如果想到這一點 我告訴你 那六個人不曉得 造成多大的傷害啊 對 所以署長 所以啦 沒有錯 後來這六個人 他們自己 不管自強或怎麼樣 這樣 就走掉了 至少到這邊 有一點止血的感覺 所以署長 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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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 你知道嗎 你們都沒有檢討說 我剛剛講的是 硬體 我知道嘛 你應該講的是硬體嘛 管理人數不足 我都知道嘛 我現在講重點就是說 你現在這些 行期搖搖 無期 可能20年30年 不得假 是這些人 要想盡辦法預防啊 你知道我講的重點嗎 對 委員事實上提到一個重點 是軟體方面的 當然硬體方面我們要加強 事實上我們在教化 整個教化 我們非常努力啊 包括 我向委員報告 當時第一天 發生的時候 我8點20就到 高等監獄 我當時還帶著家屬 要他進去 後來他用開槍之後 我回來 我第一 在中央台 我請教師 要跟這個 立德 聯繫 我說立德 我是署長 我在監守服務 四十幾年 你知道我的為人嗎 立德告訴我說 我知道 我們都知道 你很關心我們 很照顧我們 對 我說你是一個好的署長 從這裡 但是顯然不是聰明的署長啊 是 我不聰明 是沒錯 但是 從這裡開始對話 我們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們 用 很多的這些 軟性的訴求 他也聽進去 我告訴 在三點鐘的時候 我告訴 這個 立德說 立德啊 我們都是一家人耶 他聽進去了 我們都是一家人的 當時 那個 陳聯繫也是在裡頭 我說 我們都是一家人 經歷你面對的問題 你的訴求問題 我們大家共同來解決 他當時擔心的 他擔心的 就是外面要攻堅嘛 那我告訴他 我們 我不是用人格保證 生命的保證 我說 我們一定不要讓事情變成這樣的地步 署長我知道啦 我的意思是說現在很多狀況 短時間 包括建議太急 這個短時間都沒辦法解決嘛 是 所以短時間坦白是 我覺得整個危機 我是獨立的危機過去啦 是 可是 接二連三有沒有可能發生類似的問題 絕對有可能 對啊 是 你一定要讓緊急心嘛 日本的學者把建議是什麼 人間的火藥庫啊 這我一直在從事 我從日本流血回來之後 一直把這個掛在南華裡頭 從來沒聽忘記 所以 我甚至於 我在當地點檢查 好 那我問你一點啦 這些重新犯有沒有辦法趕快先獨立出來 不要這樣 因為現在目前的設施 真的沒辦法是完全把它 先獨立出來 我們在 在有限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強化我們的案件 那不然的話就把這個剛剛 旅學長講啊 煙毒飯 佔那麼大比例 那也佔據很多的這些 建立的空間 那怎麼辦呢 毒品的問題 就是他這個吸食毒品 這個是一個法制面的問題 就我們沒辦法來 像國外 操耗受容 有些國家 他可以 我在我的capacity 我在我的這個 容貌之下 他可以 可以暫時不要讓他進來 我們沒有這樣的機制啊 但是 今天剛才所提到的是 我們現在重型化的 重型化的結果 將來我們建議 火負擔的 責任 必然更重 必然是更重 好啦 那另外我知道很多地方 包括台中監獄 他的工廠 是 工廠作業人 我聽說一百多個人 一個人在管理啦 當然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 這些管理人 也嚴重不足 齁 那 你要想想辦法 我們編制人員就這些 那有沒有辦法用其他方式 來讓整個 管理 能夠 不要那麼多的漏洞和缺陷 人數真的是非常嚴重 謝謝委員關心 那就是說 不是沒有問題 而是我們的同仁 真的是 第一線的同仁 非常的辛苦 他站在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之下 他們願意承擔 外國的學者到台灣來 看了之後 他看到我們的一個人管理 兩百多個人 他說你們是不是機器站緊 好 他們機器站緊來形容 那我們同仁 真的今天我們同仁 非常辛苦 時間上問題 是 我不太喜歡暫居別人的質詢時間 我提醒你另外一個重點 是 就這些同仁非常辛苦 你署長你要體諒他們 然後也給他們多多肯定跟加油 是 謝謝 之外 對那些不孝的同仁也要小心 是 因為我們很懷疑啊 這個當中有沒有其他不孝同仁 在這次事件當中沒有曝光的 也有可能有啊 就是說好 好要獎勵 當然 壞了要把它舉發出來 當然 就是要賞罰分明 這非常重要 是 你賞罰分明做的徹底落實 那才有士氣嘛 是 這方面有沒有什麼檢討措施呢 我想我們整個的 這個當然 矯正的這個我們 我們七千多個同仁當中 我們不能說其中沒有這個 還有希望我們在 在檢討的這些 我們這些人員 當然我們現在最重要 我們當下最重要的是 鼓勵 提升士氣 因為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其實對我們 非常影響相當之大 我們當前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提這種同仁士氣 大家加油 大家打氣 那不是給他們加油 好啦 那請委員跟我們加油 最後再提醒你們一點 是 預防 再次類似的事情發生 我真的要再三給你提醒 因為不是說 好像說出過天花啦 麻疹 一次就 沒 以後就沒事了 沒有 很多事情 是 會 會 所謂的校友 是 就是預防 就像正結事件一樣 發生一件 你不能保證下次沒有 好不好 署長 是 要趕快要上警發條 是 要求各個監獄呢 一定要小心來 因應這些可能發生的事情 是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